我們現在位於跑屯的深居旅店 然後這邊呢出產的就是水果就是荔枝 所以有一些就是老闆很好心給我們的荔枝 然後他這邊連就是飲料什麼都有附 然後我們今天陸陸的規格是雙人房的 雙人房的部分 這邊窗外的景色也非常漂亮 你看這邊還有個小沙發 然後跟電視 非常應有盡有 那我們看一下窗外的景色 窗外景色這邊戶外有個小陽台 如果就是天氣好的狀況下就可以在這邊 就是喝個咖啡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看得出去外面的景色 就是一望無際的漂亮的天色 可是現在正在下雨 不過沒關係這邊真的是非常漂亮喔 好我們來看就是衛浴設備 然後跟廁所的部分 因為太翔推薦給大家這間漂亮的旅店 像這邊就是有他們的那個衛浴設備 然後就是一臂狼的然後應有精油 然後還有你看他們連他們的那個 掉衣服的地方都非常精緻 是用水管的部分去銜接的 這樣有設計的小巧思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廁所 廁所衛浴的部分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磁磚非常的漂亮 然後也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 雖然沒有乾濕分離 不過感覺應有盡有 然後基本的電視 在這邊看電視一定很舒服 因為他房間裡面的色系也非常好看喔 推薦給就是想要來這邊草屯 這個秘密的旅店等於 蚵蚵的旅店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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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